大家好,歡迎大家回來 垂死之光2 什麼...保持人性嗎?那類的啦 反正就是呢... 我遇到兩個BUG 不只啦,反正就是最新的 我已經啟動所有風車,然後 還沒有拿到成就 已經過了一天了 然後另外就是我已經分配所有設施 有拿到成就,但是我把 威和者升到七級之後呢 他也沒有給我成就,因為他好像說 隨便那邊有拿到 滿等就可以給我成就,結果沒有 好,然後呢 再來這裡 好,現在這邊就是去 繳活最後一個 無線電塔了 然後之前有不小心在 附近飛過,所以他那邊就有 觸發一段 很小對話就說 喔,法蘭克這那麼高怎麼可能 法蘭克就說,欸你耶,艾登耶 你一定可以啊,其他人就不一定可以這樣 好啦,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過來囉 這是最後一個無線電塔,因為我附近的 因為他不多啦,我附近的都要解完了 好,無線電塔其實也不用分配 他就是...你已經給了法蘭克啊 他之後就是法蘭克的了 所以 每次繳活他就 不會再問你 欸,不小心按到了 可以了吧,對啊,可以啟動天線了 然後之前我也解了很多啦 但是中間因為過程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就沒有拍,我也懶得拍 我先發動這個發電機 真的可以發動吧 欸,不用發動欸 這就是一個bug嗎 你看這個屋子還是 白色的,那這樣我就不能 啟動所有的房子了 bug還真的不少啊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來 欸,為什麼還要回去 好,上來上來上來 好,我剛剛還沒有把梯子踢下來 欸,有鉤啦欸 奇怪 我也不懂欸 欸,不對啊 鉤是那個無線電塔而已 我覺得旁邊還有東西啦 為什麼 我們來見見他 他們移動,兩天 他們說他們會見你們 到東面上 有一個電塔 在頂部的池 在北道arn fenomen 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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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這邊的劇情也不錯耶 就是 就起碼有知道 一些不一樣的資訊吧 那另外一邊就是傑克的話就是 幫他找那些科學家 GRE的人這樣 靠寶之後就發現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叫什麼 我先來看看 就是實驗那邊的一個人物 還是不能啊 你看還是白色 所以我的成就又解不了一個囉 呵呵 本來有一個也是解不了 就是他說什麼 要去什麼兩個玩家以上 然後擊敗100個敵人之類的 那樣東西就已經不太可能了 因為我拿來兩個玩家 你要找一個玩家就是實驗已經 好像不錯了吧 這個為什麼在那麼矮啊 那球已經 啟動了是不是 喔不是是空頭耶 他們幫他等的耶 他很想瞇一堂 有一個人物 他就在過去 有一個人物 有一個人物 沒有一個人物 不是 是 然後這裡是..... 這個是啊 教我們會指責 有的話是個school Box喔 不 但是他有找到一個人 能幫我們接個策 ja 可是你認識什麼新的 這個 fakt! 他有ahu支撥 되게你打幫他 我睡了,這裡那麼快就找那個了 不用找那個艾薇什麼東西嗎? 不對啊,那邊在天文台,所以有點不太一樣 不確定咧,這裡到底是什麼樣的劇情 早上吃了印尼撈麵,就是拌麵 我都覺得好像有個麵條,卡在喉嚨 他們抓了誰啊? 是不是該裝回一個武器? 因為我記得好像有一個爆掉之後就沒有裝 要不然我是輕生這樣子 輕超多 他們怎麼沒反應 你看,Waltz是正確的 這些傻傻都被擔心著我們 首先他,然後我們會找那個職員 從古屍尼德爾 和老闆在地上 那邊是Waltz Waltz? 我們不需要Waltz去處理你 好好的老闆 真笨 訊息 訊息 太多話了 我要被揍了是不是 咳咳咳 需要裝...欸有欸有欸 有手榴彈好好好飛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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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東西嗎?我看一下 啊 喂 有 有21個 雖然這些好...欸等一下有6個是好的 好好 算了先丟完這些 這沒什麼殺傷力的意思 喔 要來了 哇 有新的自信任務了 為什麼 又有新的讀書會了 Aiden Aiden 你還好嗎 他還來救火 對 Wals不是在那裡 他們知道他在那裡 我知道 你知道嗎 有些人嘗試判我 但早上太晚了 你肯定你還好嗎 我還好 他 bread 是不是不可以 那個 這就有點不太一樣 這倒是他們的 不是他們的狀態 他們我們倆 對他們的 的ーー 是我們的 自身體 這就是讓 Louanne 不可以成為 不因為她太年輕 她是駛最快 比很多我年輕 可是她怎麼沒得起 成為 為什麼你覺得他 熟了什麼 的 罗汪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她遇到她 但是因为它更容易容易 你看,最后她的无线的事 是当这个与她的仁人被她的 所以如果她现在不回答 我真的会疼心 这是更多的事 Hakon可能会有关系 我会跟Hakon, Frank 你试试去找出什么事 和罗汪 只记得 I'm listening to you two We'll do Aidan Be careful Who knows what Hakon is up to I'm going back to the fisheye Good luck 好了 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